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有一個圓錐曲線γ滿足這個方程式 則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看這個方程式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動點 XY 跟什麼呢 跟那個定點 定點是1跟負2的距離 這個定點我們叫F 事實上是焦點 就P跟F的距離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動點 到達某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是什麼 是哪個距離 就是D 這條直線L 跟P的距離 這條直線L等於多少 L是3X 乘4Y 加5 等於0 那麼P那一點是SY SY到達這條直線的距離 D 事實上是等到 法項量是根號 3的平方加4的平方 把SY帶進來 取決列子 3S減掉4Y 加5 取決列子 所以這個什麼呢 這個就是動點 到達那一條直線 那一條直線 那一條直線是準線 到達準線 所以這是一個拋役線 而且這焦點 焦點在哪裡呢 焦點是等於1負2 那準線L是什麼呢 是3X 減4Y加5 等於1 這樣子 我們看選項 這個A 圖形是拋役線 這個對 A這個選項是對的 B 焦點是-1負2 這就不對了 應該1負2才對 這不對 這樣看C C他說準線是3X-4Y加5 這個對 這就這個 C是對的 這樣看D 他說對稱軸 是4X加3Y等於0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要看 就是說 我們可以稍微畫一下 這焦點在哪裡呢 1 跟負2 1 負2 這是焦點 然後那個 準線在哪裡呢 準線的話 令它等於0的話 我把5移過來的話 再除過去 這是 三分之負 可以做結句 三分之負 三分之負 那 Y絕句是四分之五 四分之五 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一個 然後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 我們說什麼呢 對稱軸 對稱軸是跟它互相垂直的 然後通過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焦點是1跟負2 好 對稱軸跟準線是互相垂直的 我可以印 這個對稱軸等的話 4等於1 4X加3Y 對稱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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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這兩個對調 其中一個加護號 就是它的這個方程式 我令它等於k 那 因為 這一個直線 對稱軸 它是通過焦點 1負2 把它帶進去 X帶1 就是4 Y是負2 減掉3 2 所以是負2 所以它的那個對稱軸 是4X加上3Y加2 等於k 這個是它的對稱軸 所以它說這樣子少一個2 所以D也是錯 D是不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正交選 正交選的話 L的式量是等於4C 取決位置 我們現在來到C 這一點到達這一點的距離 到達準線的距離是2C 現在2C等於多少 2C的大小等於多少 等於這一點到達準線的距離 就5分之多少 把1跟乎2帶進來 3 乎2 加8 加5 這樣子 好 這個 這個是等於 等於那個 5分之16 8 8 16 所以 4C等於多少 L等於多少 3 再把它乘2 把2C乘2 就是 正交選 把它乘2 5分之32 所以正交選長度是5分之32 所以1這個選項是對的 1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答案的話應該選 A-C-E 1 1